玻璃的烧热起春 你为什么放这种歌 你还是没忍住 还是给他们偷了素材 但反咬牙人两分钟 他就白放了这歌 勾引我的歌 你刚才这两个勾引 周深的新歌《Heart of Peace》 不仅成功问鼎了 东方风云榜1547周榜的冠军 还登上了上海地标大屏幕城市之窗 可谓是喜讯连连 引发了众多的歌迷的热议 这首《Heart of Peace》 是由周深演唱的一首华语流行的歌曲 歌曲的作者是旅居日本的音乐人 Meet Kazun Matt Son和周深共同完成的 该歌曲融合了摇滚流行以及电子等多种风格 以扣人心弦的旋律和抒情的歌词 展现了《和平之心》主题下的独特内涵 这首歌曲的问鼎东方风云榜1547的周榜冠军 也表明了歌迷们对周深的强烈支持和喜爱 作为一名实力与人气并存的歌手 周深在音乐路上一直秉持着用音乐传递温暖之信念 不断的尝试和探索 并始终保持着专注和热爱 此外周深的新歌Hard of Peace 还成功登上了上海地标大屏城市之窗 这也是对这首歌曲和周深的高度肯定 城市之窗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 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更是成为了音乐创作的重要展示平台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作品 也代表了周深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总之 恭喜周深的新歌Hard of Peace 成功问顶了东方风云榜1547的周榜冠军 并且登上了上海地标大屏城市之窗 相信这首歌会带给更多的人欢乐和温暖 也期待周深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为粉丝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 郑老师您觉得他弹 平安收的的时候 他弹平安诺 要不要 speak some italian we not speak italian we not speak americano americano 你厉害 你唱这首歌 打一碗 你是打三碗是吗 是不是让自己更害羞是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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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此外小编大半夜在刷到天色的声音 3幕后工作人员关于周深的视频 最后竟然和老师一样有些泪眼婆娑 近日中文老师以一个和周深共识了三个多月的同事身份 发了一篇名为周深你大胆的往前走 合作过的他我超爱的视频 对周深台上台下的样子 对音乐的态度 对工作人员的态度 对创作的态度 对专辑和OST的认知 对音乐的痴狂专注等等 几乎全方位360度展示了周深最真实的样子 最后竟然老师更是哽咽呼吁 请各方的朋友保护周深 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周深去到更好的位置 说周深不论是作品人品 学习能力方方面面 都是没有什么可以苛责的一个艺人 最后更是说周深在过往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请周深大胆的继续往下走 从最后老师哽咽的声音和微红的双眼 能够看出老师的真诚 对周深的珍惜和心疼 小编从未安利过他人的视频 但是这个视频他值得 不论是从艺人还是普通人 去认真地看上几遍 你都会爱上周深 老师言辞恳切让人动容 不光是在敬业这件事情上 他的为人处事也是当代的青年楷模 央视形容的大气磅礴的时代之音 是个经得起推敲的形容 不只只歌声也只精神 周深一定会走得更远 哈喽你们好 今天见缝插针地来聊一期内容 依然是合作过的 我非常喜欢的艺人这个系列 今天要聊的这个艺人是周深 我其实非常挣扎 因为周深真的太红了 分享周深的优秀之处 已经好像变成了某种正确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系列里边 我要不就把它跳过去 但我前两天在整理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想无论是从人品还是作品 方方面面 他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把周深给剔除掉 是因为他太红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荒唐 我通过去年跟他一起共事了三个月 镜头拍不到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是周深最吸引我的部分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这些部分 有必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把今天生存在这个行业里的艺人 不管他红还是不红 大概分成三类 第一类艺人 标准艺人 在镜头前 他会呈现出一个样子 然后关掉镜头以后 他会放松 他会有一些小小的毛病 甚至有些人是大毛病 甚至有一些人是 台下你就觉得 他应该拉着几枪毙五分钟那种 但是他依然可以在舞台上 保持一个很有分寸感 很体面的状态 有所遮挡 隐藏和优化吧 掩盖掉自己不太好的那个部分 放大自己最优的那个部分 给观众看 这是绝大多数艺人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类其实也是数量非常庞大的一类朋友 在镜头面前会有缩小的 其实生活里愿意跟他做朋友 愿意跟他讨论音乐 他做音乐的时候是个非常有魅力 非常松弛 非常自如的状态 但是当镜头给到他的时候 他就一整个尴尬住了 炸到连他私底下十万分之一的魅力都没有 我们经常会为这一批人觉得满西 不具备扮演能力的这一批 非常keep real的音乐人 在这个点上就是会吃一些亏 这是第二类的艺人 第三类艺人是非常稀缺的一种艺人 我管他们叫平静平出 或者生徒直出 就是他在台上和他在私底下 都是没有差别的 见过无数大风大浪 年龄到了的某些天王天后 在这个行业里头 他已经不需要再靠做作 或者掩饰什么东西来获得观众的喜欢 最最可贵的就是周深是属于第三类艺人 就他是一个台上台下一样疯癫 一样能量很满 一样古灵精怪 千变万花多姿多彩 尤其是在关乎音乐本质的讨论上 都有一样的坚持苛责和标准 对周深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话说 如果他是一个女孩的话 那这个声音就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因为他是个男的 他唱这样的声音才有价值 我觉得这一句是最武断 最肤浅 最错误 最不懂音乐的一种评价 想跟你们讨论周深究竟好在哪里 或者强在哪里 音色是游戏音乐里头 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最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他的辨识度 他的观众的喜好度 他的流行度 往往来自于声音上的特色 所以他可以发出这个轻量的 然后key非常高的这个声音 是他的技能 也是他的辨识度的重要的来源 但这绝不是周深演唱的全部 周深是一个在技术面上 几乎没有瑕疵和短板的歌手 第一可以低到非常非常多 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作品 让他展示这些东西 凶声 浑声 头声 一切 他所有的功能都开发的非常好 这是技术面上 然后艺术面上 我觉得周深可以驾驭的音乐风格 口吻 演绎 表达 表述 超级无敌多 他像是一个孙悟空一样 他有72遍 我在去年天赐的时候 加的所有的班 坦白讲都是因为周深加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因为为这样的音乐人加班 你会觉得非常的值得 通常节目录完 其实都是12点以后 做完这些后彩 背彩 然后直逼凌晨一两点钟 不管这个节目录到多完 他都会元气满满的 跑进我们的房间来 然后跟我们讨论他的下一首歌 要怎么准备和怎么唱 大家都会觉得 哇 有些人凭本能 就能把歌唱得很好 可是一首歌三分钟的演唱里面 它其实包含着无数演唱者 这些制作人 这些工作人员的巧思和设定 哪一个音要怎么唱 大家都要去做这种 精细化的处理和设计 他会自己有一个想法 老师们觉得有没有更优解 然后你们客观地帮我听一下 这样会不会怪 会不会违和 这样会不会有趣 我没有见过谁比他更认真 对一首歌吃透和消化的精准程度 像周深这么高的艺人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给他一个耳机 让他站在麦克风前 他只要一开口 就没有人会觉得累了 你在那个时候会觉得 我何得何能 我可以沐浴在这样的嗓音 和这样的音乐表达当中 会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只要你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你跟周深探讨音乐的过程当中 加的这些班 是不会有人去算的 不会有人去顾忌的 你就是希望他好 他有无数的招 可以让这个作品变得非常的生动 考虑说这个地方有点沉闷 他说诶诶诶诶 要不然用方言唱 要不然我用个戏腔 要不然我翻高八度 要不然我改个节奏型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去挑选 面对这种像宝藏一样的歌手 你就觉得好爽啊 然后他也很荒唐 一个班加到凌晨四五点 我就会吐槽他嘛 我说那个 你看我的美容教 就是被你耽误了 我们要不是因为 要帮你弄这个歌的话 我们早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然后他很好笑 他就第二天 拿一堆吃了喝的东西过来 说你补一补 然后今天晚上我还来 当天晚上依旧会来 只不过他来的时候 会带一些那种什么熬夜水啊 你知道就是一根人参 插在那个杯子里面 然后带一堆那种东西过来 说重要的是你先喝 说喝好了我们再干活 所以今天再有很多歌手 跟我谈状态不好 没唱好的时候 我就经常会嗤之以鼻 因为就是你对这个歌的 吃透程度 起码保证你状态再不好 现场断电了 您就拿着麦克风 干唱 你都能唱到一个 95分的水平 那是你的功课 你的肌肉记忆 你之前做的准备 带来的结果 剩下的五分 可以弹得上 叫发挥这两个字的空间 你别跟我说我发挥好了 我60分 我没发挥好 我就不及格 我发挥好了 我能把这歌全唱准 我没发挥好 我就一整段副歌唱错 那这不叫发挥 这叫实骨 我今年知道周深 没有办法来填字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其实对于我们音乐组 这些同仁和老师来讲 我们失去了很多做音乐的快乐 Vocal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个乐器 全场乐队想起来 那个人生是一个乐器一样精准 同时又比乐器有更丰富的情感 和表述能力 它跟整个乐队交相辉映 大家带着那个儿返听现场的时候 不会觉得如木春风 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有价值 你对待一个好歌手的时候 你彩排会是这样的心情 面对一个糟糕的歌手的时候 他就像永远像是一把 没有调准的小提琴 那就像锯床腿一样的声音 存在在舞台的正中心 配置着这个行业最好的乐手老师们 去迁就他的这个歌声 但是只要周深在 我们就还是有这个笨头 和有这个开心的可能性 他提供了一个范式和一个标准 他就像一个撑杆跳的一个杆一样 跳过去你就是卓越 周深在现场的演唱的稳定度 对音乐性的把控 我觉得就是流行歌该有的范式 就是你只相信你看到和听到的东西 一个九几年的小孩 可以唱成这样的时候 对于在场的每一个 以音乐为生的人来讲 都会是一个阵笼发聩的洗礼 你无处可逃 他就轰然出现在你面前 这个卓越和优秀的程度 会让你怀疑你自己的艺术人生 那么当这个标准不存在以后 他会出现一个 说的比较尖锐一点 叫臭其篓子跟臭其篓子下棋的情况 就是他刚才一整段都在走音 都哑了都不出声 我好像才走了四个音 我还行我比他强点 他那个好几句都进唱进错了 我还没进错我还挺好的 我给你们举一个比较气的例子 有点像班里的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倒数第三 说这个选择题 我觉得应该选B 那个说选C 然后另一个说选D 然后周深就像年纪第一一样 过来默默的告诉大家 说刚才那道题它是一道应用题 它会让很多人开始要去反思 这个时代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歌手 存在在那里 我当何去何从 周深带给很多人的压力 应该是现场上会有这种压迫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